当地时间2023年6月10日 夏经山文化艺术基金会 在法国巴黎欧洲时报文化中心 隆重举办了《未来文物 世界瑰宝》 夏经山大师佛画艺术开幕式 这次活动由科特迪巴 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财团法人夏经山文化艺术基金会 法国高级香水之家 我的独家收藏 法国华丘华人妇女联合会 联盛培训公司联合举办 开幕式一开始播放了一部宣传片 夏经山文化艺术基金会 董事长赵忠杰博士 在致辞中首先感谢了 上述机构的支持和帮助 他说 法国华丘华人非常热情 他会常来 也欢迎大家到台北去 赵忠杰博士还表示 作为收藏家 他收藏最多的 还是夏经山大师的作品 尤其是他空前绝后的工笔画 多以佛画为主 夏经山大师被称为 跨世纪佛像艺术第一人 艺术与宗教在起源时 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无论是佛教 基督教还是其他宗教 而且艺术无国界 所以他祝愿来宾 尽情地欣赏夏经山大师的佛画艺术 接下来 赵忠杰博士带领团队 为来宾开启夏经山大师的巨幅名作 佛国 这是一幅长十公尺 宽两公尺的巨幅佛画 是夏经山大师89岁时完成的作品 这幅画的意义呢 我想这幅画叫做 它的名字叫佛国 那大家可以看到 释迦摩尼佛 跟这个所谓的日月光菩萨 还有就是文殊普贤菩萨 甚至我们会看到十八罗汉 非常接地气 这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 如是道法佛的人物在里面 那这幅画要传递的意义 跟它的名字一样 就是我们儒家释迦里面讲的 所谓的世界大头 世界和平的重要的意义 赵忠杰博士还热情地 为来宾讲解夏经山大师的名作 如坚恩浩天普贤相 纯佛 莲花古佛 欧洲卫视巴黎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